大家好,现在正是仙克莱的花期 那么仙克莱在花期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要给它充足的闪色光 然后再来给它补充足够的营养元素之外呢 后期还有一样东西是一定不能够缺的 花期如果缺了这样东西 那么不仅会导致你的这个仙克莱无法开花 严重的话呢,整株植株伪念死亡 那么是什么不能够缺呢 其实这个时候是一定不能够缺水的 因为仙克莱开花呢 它会使水分大量的蒸腾 盆土的话干燥会特别的快 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一种浇水方法 那么盆土的话呢 可能会干旱的时间特别的长 然后就会导致你的这个仙克莱会进入一个休眠状态 它的花脸呢就会停止发育之后呢 就不会再开花了 特别是在仙克莱缺水之后呢 它的花茎呢会出现一个缺水严重 然后会倒伏 叶片呢也会出现枯萎脱落 甚至是发黄的现象 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补水 那么整株子株会枯萎死亡 所以养护仙克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观察盆土的状况 盆土干了 我们就一定要及时浇水 而且呢不能够干透再浇透 最好就是采用一个见干见湿的方法 而是要观察它的盆土表面 如果盆土表面大概三四公分已经干了 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给它补充足够的水分 来促进这个花茎花蕾的生长 而且浇水的话一定要完全的浇透才行 不能够只浇拌节水 浇水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水里面呢 给它适当的加上一点这个蒸根 触花型的有机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的话它既可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让这个根系的更加的发达 而且还可以补充充足的弹磷甲元素 来促进你的这个鲜克奶的叶片和花苞的生长 让它能够开花不断 那么这种蒸根触花型营养液的话呢 我对水稀释 然后呢直接给它进行一个灌根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呢鲜克奶在花期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一定不要缺水的 缺了水就会导致它无法开花 而且甚至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生死存亡 那么我们给它补足水 再给它补充充足的营养元素 那么你的鲜克奶在冬季就能够花开不断 好的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向前见